哈囉 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S9加到X的過程中的 maybe幾場 我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先暫停一下 就是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呃 因為減的 當然我挑比較可以講解的 一定的局面 甚至可能會有些逆轉的 就是順便想說 經由這個過程邊講解給大家知道 可能對大家來講會比較有意思一點 可能也可以在玩的時候 一起互相檢討一下 看哪個地方需要改進 OK 那我們繼續吧 好 首先一開始 通常這個場地 呃 我 不會直接就是跳到這個下面去 對 我都會先 就是這個地方 來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通常都會 在 都會先回頭 在搶塔的時候 我會先回頭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對 因為敵人其實是 很多人 很多敵人會就是 三個人先往這裡走 三個人往這裡走 然後可能一個人會往 就是從這裡這樣跳下去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就是因為他們可以造成一個突襲 繞背的突襲 那很多敵人其實常常會從這裡繞下來 那這個時候 因為大家都在前面對槍的時候 其實你會忽略掉你後面可能會有人來偷襲 所以這個時候很常就是 把全軍覆沒 然後就是直接推過來 然後就一二三 把 然後就贏了這樣 常常有 因為我也常遇到 所以其實打久了習慣以後 就會發現 啊這裡其實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這樣 所以通常我都會 呃 走最後一個 然後看一下 是不是有人要 做一些偷雞魔狗的事情 我可能會先丟個炸彈 然後看一下狀況 然後繼續回去 然後再繞回來 然後這個時候其實 因為我已經看到了就是 嗯 我的隊友在這裡 我的隊友在這裡 然後這個時候 我就會稍微放心一點 就會想說 因為他最起碼已經在這個位置上了 那最起碼跟敵人對槍的時候 還可以做一點牽制 所以我就不會 呃 繼續待在這個地方 可能就會前進去推這樣 好 那這個時候 差不多就會下來 那這個時候 欸大家看一下這裡 呃 其實我覺得各模式應該都一樣啊 強塔也是 一開始的時候其實蠻忌會 就是直接死掉 因為 地都還沒有圖的情況下 我們通常 我們的大絕其實會擠很快 所以在這個時候 貿然出現真的很危險 像這個小朋友 他就是直接 他是這一把 可以翻四次的 這其實真的非常危險 因為我們這裡有 一個 兩個 三個 這等於就是三對一耶 這基本上必死無疑 就算 他是為了要來解決格林好了 其實還是蠻危險 因為 你很難說你的隊友會不會全軍覆滅 這樣子 所以其實 不太建議一開始就衝出來 就是你最好是可以一個殺多個 這是當然是最好的 來 那我們就不客氣的帶一下他 雖然他也帶走我們的格林了 好所以現在其實就是 呃 三對二的局面 所以這個時候 會先退 對 那我們先退回家看一下情況 好這個時候 我已經有大絕了 就是我為了預防 呃 對方 直接進攻 所以我會先 丟一個大絕 稍微 先維持住這個局面 然後還有剛剛這個 我們回去前三秒看一下好了 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 在敵人人數還蠻多 其實因為我們其實沒有一個人死 所以他們剛上塔的時候 其實我蠻建議就是 就是從後面這樣上來以後 然後你就馬上再下去 因為他上來以後 他其實會前景一點點 或者是除非你的隊友 已經在這個地方 要上來 就是做一個進攻了 不然的話 其實只有一個人 在最前面 又在塔上的話 一定會成為我們大家所有的目標 所以其實他已經成為我的目標了 所以我就 先 拿下他 然後這邊遠方的隊友也殺了一個 那這時候其實 欸欸欸對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我們再回到三秒前看一下 結果我們出來的時候 這其實我們四個人都還在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 我們真的是 進攻是一個好機會 因為等於三對一 三對一喔 所以三對一的情況下 來我們看一下 看 三對一耶 三對一 那個一就在這裡 等於是 他已經是最後的希望 如果他沒有待在這裡 去 先把他們的地都鋪滿 或者是譬如說他躲在這裡 等我們過去的時候 他再來繞背 他等於現在這個出來 是非常心急 其實是非常非常 恩 no good 對 給他一個叉叉 好 那 好 剛剛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一個 我最近在練的一個小技巧 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叫做 jump cancel t c a n c e l 應該是這樣平板翻 就是跳躍取消跳躍這樣 因為我也不知道怎麼翻 就是 呃 因為我們都知道 雙槍一定是可以從這裡這樣翻過來 的 對 但是其實敵人 就是到了你越爬越上面 尤其是到s加或是什麼 其實大家都知道雙槍一定可以滾 所以其實他要 他其實要把他的準心移到你身上 其實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更何況 我們在翻滾的過程中的時候 是不能發射的 所以其實是很危險的 就是通常 通常不會在這個過程中死掉啦 可是因為我們翻到定位 要開始發射的時候 可能就會被敵人殺死 那jump cancel這個東西呢 是 他是可以讓你 翻過來 然後 只有紅雙槍才可以喔 然後馬上跳起來 你就會在這個位置 然後跳起來之後會怎麼樣呢 因為他的cancel的意思就是取消這個 呃 翻滾過來的降值 因為翻滾的是 翻滾完你是不能走的 你也不能 就是 再翻 因為你只能翻兩次嘛 但是jump cancel 是你跳起來之後 他就會取消你前面的這個過程 重置這個過程 所以其實你又可以再往下翻 你又可以再跳起來 就是可以一直這樣子 做一個無限循環這樣 就是如果沒充足的情況下 那這跟這個敵人對槍又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 呃 我們通常在瞄準敵人的時候 在瞄準敵人的時候 都是 就是 他就是 一般除了雙槍以外 就是或者是 譬如說會跳射 那 因為大家都知道雙槍不能跳射 所以我們就會直接準心瞄準這個人 可是你 他突然滾完之後 突然往上跳了 那這時候其實我們準心還在這 就是來不及移到這裡啊 那這時候其實他已經在空中可以瞄準 而且在空中瞄準射程又比較遠 又可以比較好瞄準 所以其實我覺得對 使用紅雙槍來講 這是一個其實蠻不錯的技巧 最近在 日本的一些實況主上 玩家上面都有看到他們都有用這個 然後其實 是一個蠻強大的技巧我覺得 就是 雖然現在我還沒有練得很熟 所以 但是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練一下 之後再 做一個類似的 影片給大家示範看看吧 就跳起來 欸 射不到我 對 然後我就解決他了 好 繼續 好 這時候我們就繼續推進 然後 好 就等 欸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裡突然 敵方突然 天落下了一個禮物 就是這個 這個敵人突然在這個 沒這麼多的情況下下來 其實是非常危險 因為 這這這他 他還要先塗地 還要先躲起來 然後還要看我們在哪 根本就沒有那麼多時間 然後因為他等一下 他好像真的是掉下來 因為他等一下好像要打這個 想要跳回去 可是 反正這個 我們 期待到後面其實就是 在抓對方的失誤 只要一失誤 我們就要抓準 不要放過他 對 不要放過他 掰掰 好 那我們就持續推 持續推進 那這時候我會選擇走 這個 防水部 因為這個場地其實從 從別的地方沒辦法上來 只能從防水部上上來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可以造成一個 繞背偷襲的話 其實是 對於進攻來講是一個 蠻好的事情 但我 完全沒有 趁攻 所以我就 我 我又要 差不多又要死 所以我趕快就是命的重要 就是還先繞牌 好的 我的隊友都 還是 還是持續有在幫我爬 那因為 因為剛剛其實 我也把大絕丟出去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也丟了 所以我也丟 就是你可以讓雙方僵持在這個位置上 好好好 繼續補地板 繼續補地板 因為這個 很多人很喜歡躲在裡面 對 然後這個時候我還是會四處看一下 通常這個時候 隊友超級跳在我身上 然後對這一邊都還沒有敵人 或是都是我們摸的情況下 我會先直接下去 因為他馬上就來了 那我直接下去 我就是可以 怎麼講 因為敵人看到 通常看得到標籤就是會直接在攻擊 那我還可以保護我的隊友 所以這個 就是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不要待在塔上 就是 因為這就是一個活標吧 好我打算從這個地方前進 可能是繞背或什麼之類的 好 但是重點來了 對這個就是 就是我犯下一個滿嚴重的錯誤 就是有一個敵人躲在這 他躲在這準備要偷襲 他可能有要回去偷襲 可能 也會抓要來的人 等於說 我就沒有發現到他 然後我的射速又比較慢 射程遠 所以其實我應該站遠一點 就先丟一個炸彈 雖然這裡有一個隊友 可是因為實在太遠 他沒有辦法 及時的補救到我 所以 我就 死了 但是他 救了 對他救了大家看到嗎 他已經成功報報仇了 OK 那 隊友還是很神 就是 沒有讓 塔往回走 繼續 好的 OK 這個時候我就想說 那我來繞個背好了 那因為 好像 也沒有敵人 對對對 這個時候通常 在這裡其實 剛就已經有發現 剛要跳下來的時候 其實就有瞄到這個敵人 通常這個時候 我會下去幫他 不會繼續幫塔推 因為 我不確定 隊友 能不能殺死他 那如果殺不死他的話 那其實 他只要一來繞背 我們所有人都不會知道 有一個敵人在後面 所以其實會很 會可能會全軍覆沒 甚至被逆轉 所以其實蠻可怕的 所以我就決定下去幫他 欸 結果我完全沒有駐到攻 根本就不需要 好 這個時候其實我大絕也滿了 然後我們的塔 又在上面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所以我就直接繼續進攻 那我就想說 那我再來偷 偷爆備一次好了 然後這個 因為我們的塔已經 上上去到15 可能一下子 這個關門 關門 這個關卡已經快要過了 都快要到0了 所以其實 這時候其實雙方都會非常焦慮 就是會很緊張 所以這時候大家的目標 都只有在塔上 只看得到塔而已 所以大家都沒看到我 所以這時候 就是一個突襲很好的機會 喔 這個敵人 你看其實 其實這個敵人 這個敵人其實已經是我的囊中物 然後再加上我剛下的那個雨 已經造成了一個雙殺 然後這個敵人其實也已經是我的囊中物 就是完全在我的射程範圍內 他好像應該射不死我 但是 我已經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就是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個 墨水管理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已經被 對 團員 就是我們戰隊的團員已經說過很多次 這個 這個東西 對 常常就是墨不夠阿 然後射不死 然後被射死 阿 要不然磁鋼可能直接推 就推到零了 但沒有關係 死掉沒有關係 我們只要能及時發現自己的錯誤就好 OK 繼續 回到戰場 好的 恩 對 我的隊友還是很厲害 好像 橘子根本不需要我 根本不需要我 對其實 其實剛剛我應該已經適時就要上去幫忙 等一下 行 那有時候到了14我就不急著推 因為我覺得 我的操作還沒有到那麼厲害 所以 就是顧好整個大橘子才是蠻重要的 好 大橘子有了 喔我丟了 那這個不太好 因為這邊其實都沒有我們的隊友 所以其實我剛剛不應該過去了 對你看造成我們兩個隊友已經死 因為剛剛這個隊友其實離蠻遠的 算是比較不明智的 那其實他們反推 其實其實大家反推的能力其實都很強 那這時候我會趕快先把還沒塗的地塗一塗吧 趕快擠到大橘這樣 小心有人來繞杯 因為這種時候其實很關鍵 就是你更要去注意這些小地方 然後其實像剛剛這個 痾 有的時候我不一定會進攻 我會幫隊友突破 讓隊友 逃跑的路線比較順暢一點 因為這其實真的是很有幫助的 OK 我沒有抓到他 但是 好不是問題 因為我的射程比較遠 好這時候又是一個 三打四打二的局面了 這個對我們來講算是非常有利的 那我還是比較習慣先把地稍微補一下 比較安全 順便擠一下大橘 然後再放 那我還是會繼續走 就是稍微留下來顧一下後面 要確保一下 因為被繞備真的是太可怕了 好我們塔又上去了 算是比較前端 現在剩40秒 就是真的 我真的就這個時候 我真的就比較不會 往前站 對 我隊友真的不需要我 好 好 好 我這個烈士趕快繞跑 好看一下 對對對 再去幫隊友 好 去了 隊友他已經殺掉他了 好 雖然這個時候心裡應該是覺得贏定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小心 對對對 好好好 隊友很照 好再丟一個 對 對 就是 每一集 每一局打完 都會 錄下來 然後再看一下哪裡需要改進之類的 就是 經驗累積 所以 這樣子久了久之 就是要 嗯 要上 就是要往上爬 其實真的不是一件困難事 主要還是 觀念啦 對 那我們繼續講第二局好了 我們不要講太久 我怕大家覺得這個影片太長了 看到想睡覺 喔喔喔喔喔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哇這一集 這是誰做的啊 這麼可愛 就是怎麼會這樣呢 呃 就是我在打的過程中突然發現有一局 一開始竟然少一個人 這個時候心裡都會覺得 哇 賺到了 有的時候自己少一個人會超幹 但對方少一個人 雖然說我們不能 算是占便宜 但是運氣有時候也是一種實力啦 對 但是這一局雖然這樣 雖然有了這個符號出現 但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在比較 越往上打的時候 其實三個人不一定會輸 因為有時候 四個人可能就會覺得 他我贏定了 然後鬆懈了 所以其實 這一局我還是很小心在打 好了 你看已經大家都很開心 耶 贏定了 但其實 其實死蠻慘的我記得 對 所以一開始我還是不下去 我還是會看一下有沒有人先衝出來 然後去 去撿他 還是站在中後 因為我以前打這個場地 超常被烙背 直接死掉這樣 所以我還是會看一下 然後盡量讓整個場地的末都是我們的 然後趕快擠大絕 第一發的大絕其實蠻關鍵 因為他們只有三個人 所以其實我們確實還是佔了優勢 佔很大的優勢啦 對 好 有這個 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他只要 只要對方是有這種爆裂槍的東西 因為他的 就是 你就算在 塔上 好了 他這樣一打 就是 其實他那個範圍 可能會炸到這裡 所以其實 真的很危險 就是我以前就一直覺得說 每一叉 我應該站在這裡不會死 但幾乎每次都還是會被炸到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不太想再冒險 現在只要遇到爆裂槍 我一定先退 而且 因為 因為爆裂槍很喜歡 跳起來 射 那他們中間會有一個距離 而且爆裂槍一定要 在 他只會炸到這個範圍 所以如果你今天站在這裡 旁邊一點的話 或是站在這裡 其實你是不會被射到 所以我會等他 放了 然後我就趕快游到 游進他 因為這就不在他射程範圍內 這個時候他就會比較 不好對 這個時候攻擊就 比較好攻擊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OK 他已經回去了 好 這個時候我還是覺得 不能打E這樣 要小心 然後看到他 先放個炸彈 也不願意正面面對 因為我覺得 就是有點可怕 對 好 我們現在已經 現在就是 現在一打 一打二 一打二 但是還是很可怕 還是很可怕 還是很可怕 我還是覺得很可怕 哇 好可怕 對 我就是 就是死太多 然後現在又S9 所以其實就會變得有點膽小 不太敢強勁 沒關係 就是 就是小心死的萬連卡 好 現在大絕有了 然後小心謹慎 你看我們現在只有兩個人 他們三個人 還可以殺到我們只剩兩個人 太可怕 太可怕 所以就一直推 因為我們活下來 活下來還是真的比較重要 只要能二打一 絕對都是有優勢的 好他們也是積極的想要推進 但我還是很小心的 防守 防守 你看其實一下 沒有一下的功夫就是他們的末 好這個 OK拿下來 好 好 隊員拿下 現在基本上就是四打一了 對 啊我又沒摸了 壞習慣 這時候馬上下來 因為 就是 對對對對對 隊員又助攻 等於說我 我剛剛 直接就是做成了一個 我就變成一個誘餌 讓他覺得一定要先殺到我 那我的隊友即時cover 就 變成非常重要 所以時時刻刻都要cover你的隊友 好的 大絕 大絕這一場 的大絕其實蠻適合 就是如果是下雨的話其實蠻適合丟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是 他們一出來很容易就上的一個高塔 然後而且是 塔在推的時候會很容易在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 大絕其實蠻適合從這裡這樣丟過去 對 然後再丟一個 對 欸我已經成功 應該 欸我不知道是炸彈殺到人還是下雨殺到人 對 好隊友又殺一個人 現在又變成3打1的局面 好 OK 先幫隊友圖個墨有沒有 這裡最清楚 這裡有一個人 這裡有一個 殺掉了 對就是 呃 身為拿紅雙槍的忠厚 我也就是 我覺得蠻好的就是 其實應該就是等一下 然後看清楚 等他出來以後瞄準他 對 對對對 這個因為我們這個位置 現在基本上是非常好的 然後他 好我們直接再來看一下 他剛剛其實這個做法其實不太好 他馬上就跳出來 他馬上就跳出來 這裡全部都是我們的墨 而且我們這裡還有兩個人到三個人左右 他其實這個跳出來就是 我覺得他太心急了 這真的太心急了 唉唷忘記刪掉了 欸等我一下喔 OK 對 他可能殺掉了那個人 可是 還是很危險啦 人都那麼少 然後這個 這個也是 這個他滾出來 他想要做烙背是很好 可是因為剛好等於說 你看我們中後位 站在中間 這位置其實很重要 就是專門在抓這種 就是想要烙背的人 那其實我現在在高處 是比較有優勢 然後再來 他應該是 喔 他是這個雙槍 距離也沒有我遠 雖然說他 我現在在他的射程範圍內 但 但我也沒殺到他 我以為我殺到他 阿對我殺到最後還是殺到 OK 好了 非常順利推進 這沒什麼問題 正常來講都會是順利推進 但是還是要小心就是 不能因為這樣子就很high 然後所有人都往前衝 就是死了還是會被命轉 對 所以我還是很習慣 站在這個最後 最起碼我要確保 所有的地都是我們的末 對對對對對 不急 因為你看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剛全部都上去的話 要是這顆球爆得很漂亮 四個人一起死的話 那其實就蠻恐怖的 沒錯 好 好 好 欸我又抓到他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發現我會在後面 對 OK 順利過關 對 這就是 S加9 哇好開心喔 對 沒錯 來加個分 要感謝這個 不知名人士 帶給我們的一個好運 欸 好 再往前三秒好了 就是 好 就是 嗯 我剛剛講什麼 喔 就是其實從S加0開始 其實你會遇到的隊友 就是S加0到S加9 這個區間 所有人都會對到 所以有時候 我剛上S加0的時候 其實也覺得很難打 就是因為我是要跟這個十個 十個區間的人一起打 但 打著打著到 也是慢慢爬上來 就會發現其實 觀念 就是 就是 比較重要啦 操作其實 因為其實大家一定都會有基本操作 其實只要耐著性子 其實都 滿 有機會就是爬上來的 對 那 今天 因為我也沒想到就是 如果邊 播邊看邊畫畫 會花這麼長時間 那 我覺得這個 今天這一集差不多到這樣 那等於說我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從 現在這個 過了安全線之後 然後到 上X的 這個過程再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就先這樣囉 感謝 掰掰